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通常人们每年很多人都感受的感冒 感冒七天到十天基本就好了 吃药不吃药都是一样的 吃药呢,可能你就感觉没有那么难受 那不吃药呢,感觉可能难受一点 这是不好说,因为你也感觉不了人家别人有多难受 民间的说法呢,只要感冒传染给别人了 别人发烧了,你妈妈发烧了,孩子就没事了 这是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这么解释过 瘟疫通常也就是这样 那它就像一道风波似的,它就过来 过来的,它不会停在那儿,它会走的 那一层一层的打击,一层一层的出现 对人们是一种告诫,既是惩罚又是告诫 这个永远是这么存在的 所以无论在疫情的本身,在时间上 在一个固定的地区,时间上有风有谷 那跟这个,我以为就是跟人的态度 当地人的态度相关 道理,它的基础就是,人是神造 大规模的降灾于人,那同样是神的做法 神的态度,神的做法 我们曾经引述过这个大家业 大家业自己的家乡 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大洪水 大家业呢,那作为这个释迦摩尼佛大弟子 心里那总是家乡嘛,他就 他又没办法,他就把家乡的人 就全都给放在他自己手里了 用他的功能 结果等大洪水过去之后呢 他张开自己的手呢 那些人也都死了,都化成血水了 蛮悲剧的,听过这故事 其实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于,降灾大洪水的背后的神 超过了大家业 其实是这样 不是说,你可以讲说 大家业自己也改变不了天象 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生命的说法,其实就是背后的因素 所以出现了一个概念 他们同样在韩国跟意大利都是2月21号突然大爆发 韩国很快在21天基本就控制住了 意大利今天出现暂缓 今天是第35天 今天是第35天 所以他出现了暂缓 而接他的是西班牙 西班牙已经到了三万三 他的死亡呢 是不是接近三千了 两千多 而且西班牙表现出来的就更加的惨烈 所以你看到很清楚的现 中国、日本、韩国 然后以牛连就是伊朗、意大利 伊朗、意大利、德国 德国死亡人数算一边 在他们的过程中 伊朗你可以扔掉 因为他不准确 他一切都是假的 然后就出现法国 法国、英国 但法国的数量就比较显得突出 法国在过程中 西班牙就追上来 所以在欧洲大陆 同样是这么走过去的 就是以中国为中心 往西班牙跟这个 法国跟英国方向走 在这样的过程中 当西班牙起来的时候 你看到的美国的死亡人数 和对比他的感染人数的速度 是慢的 他的死亡人数是慢的 他的感染人数是快的 他的数量 但其实对美国可以借鉴 就是日本 那日本也是上亿的人 地域太小了 但他可以控制到 现在这个场面 同样可以对比的是德国 德国现在将近三万 但死了只有两百多三百多 相当就是他的控制力 相当高相当高 所以但是显然 美国呢 出现了一些状况 就是他的混乱 混乱和与中共之间的 就这个钱 就我个人来讲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条麦 可是现代的人 美国社会的精英更加的丰富 而美国社会的人的复杂性 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地区 人的复杂性什么意思 什么人都有 什么人的背后的基础都有 打击后边是狐狸 那可能在美国有妖有这个有那个 什么都有 同样也有至尊至善的 治好的生命 有着人的背后的因素 所以美国给我感觉 取来就是很麻烦 但他们的集中的时间点呢 似乎是明天25号 3月25号 现在看来就很多地方都停止了 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状况 这是美国商业电视台的更新的内容 那美联储昨天晚上发出了一个说法 无毛印钞 无毛印钞随便印了 就是印钱了 根本就什么都不管了 所以呢黄金爆炸 当美元失去了一个标准的时候 随便印的时候 人们就往美金去 就往这个黄金去 现在爆的道琼斯呢 据说涨了 要还没开盘 开盘涨900点 在亚洲股市 欧洲股市都在暴涨 其实这个暴涨的原因 就是通货膨胀 真正的通货膨胀 因为没有基础了 随便印了 德国也大概印了9000亿是7000亿欧元 他要充现金嘛 充现金来保住这 拖住这个市场的盘子 这是反应 但是不好说未来 这就没招了 印钱就变成最后一招了 那如果印钱 如果人死的够多的话 印钱都不管用了 提醒大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 一再跟大家讲 他最大的标志 就是人死太多 当人死太多的时候 那他就 一切就改变了 一个 他爆出的更新的内容 这个西班牙暴涨 所以西班牙暴涨 意大利数量往下 这就转到西班牙了 你将会看到美国就是 美国死亡人数没有上来 那通常是确诊人数往上走 死亡人数滞后 前后七天 奥林匹克组织呢 同意推迟 日本首相也接受了 全球到了今天早晨六点钟 39万 38万7 死亡 1万7 这是我们看到的 基本最新的资料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共国宣布 4月8号 武汉解除封城 这是透过路透社说出来的 那解除武汉的封城呢 表明疫情结束 就是因为它是中心嘛 这是它推断推算 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我们看到 刚才介绍这个 走的这一栋曲线 就现在来讲 作为中共国来讲 非但没有接受任何 神的惩罚的教训 而它却走入了更加的前列 就是说 在疫情后面 这前后两个星期左右 习近平开始全力把它 塑造成这地球的救星 命运的救星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救星 就像我跟大家解释 在一月初从海外 透过各种渠道买回去 就是套购回去 20亿只口罩和这个 3000万到4000万 医学就是人们用的防护服 但过去的两个星 从3月18号 它就开始往外放 这个国家给20万个 那个国家给100万个 那20亿只他反过来 来表现习近平的伟大 中国的慷慨 据说他中共外交部说 他们赞助了82个国家和地区 那习近平频频用电话 跟外面联系 打电话他没事 对不对 反正够不着便 跟川普也通了电话 所以他真正展现出 高级动物的邪恶 他真正表现出 人之初性本恶之极点 他的表现 对很多人而言 就是怎么说呢 出于利益上的需要 而接受 而在像意大利 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度 他的做法 类似WHO 把那些政坛的官给买了 联邦一级的 那些人 在过程中 有着自己利益的需求 反过来去赞许他们 WHO从来没有指责过中共国 都是赞美中共国 而且配合他一切 反过来 WHO的成员 面对正常社会的指责 强力回击 跟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差不多 而对国外的状况 什么大爆发 大流行 将会死的更多人 都出自于他们的口 昨天在另外美国的一家媒体 被川普转推的 那个中文名字有点别扭 是班农曾经在那做CEO的那家媒体 习近平的中共 与WHO联手 把世界带入了死亡之中 标题就这么写的 李克强刚刚说的 疫情不大可能像当年 SARS那样突然消失 千万不能为追求零报告 万报漏报 转推的人就说 既说出实情 又规避责任 清零这个说法 就是邪恶的 清零 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 你如果你在工厂工作 什么东西的话 人说清掉是什么 把东西都处理了 对不对 都处理了 那叫清零 清零 就是人定胜天 定 定为一尊 人的屁股要战胜天 就是他习近平干 这个东西不是人话 这个东西就是对人的侮辱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